10月4号下午在县府大礼堂办理的台东县政府与Airbnb签署观光季御才合作备忘录记者会 由黄建廷县长与Airbnb亚太区总裁共同签署 很开心今天台东县政府跟Airbnb要签署一个合作的协议 那各位都知道Airbnb是现在全世界非常知名非常大的一个旅游服务的平台 它在全世界190个国家34,000个城市都有服务的据点 那么它的全球它的客源使用过它的服务的应该已经超过一亿的超过一亿人 所以这个是一个共享经济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 那今天这个我们跟Airbnb的这个合作的这个内容 其实主要大概有两点 第一个就是Airbnb将来透过它的这个网路这个平台的系统 要帮助我们行销台东 帮助我们行销台东 这个包括我们提供给他们很多的类似这样的影片 台东的相关的资讯 都可以透过它这样的一个network 这个触及到全世界很多很多的角落 那第二点 是将来Airbnb要帮助我们台东的很多的业者 旅游业的业者 做训练 那么让我们的业者也能够跟上这个国际化 这样的一个脚步 将来可以提升我们台东的服务的品质跟竞争力 比较具体的 在这个阶段就是要跟我们的TTMaker来合作 他们要帮助我们在TTMaker这边建立一个 Customer Service这样的一个 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像Airbnb这样的一个这么大型的国际的机构 透过它来帮助我们去打开我们台东 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在全球191个国家 34,000个城市的注册房东 透过Airbnb 网路平台为全球超过1亿名游客提供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当然 食品是美丽的 但我觉得它也更多关于人们 这是我们的目标 作为一个公司 Airbnb是一种平台的 我们一起的客户和主持人 所以在談中這個部分 除了剛才講的有漂亮的景觀 有美食 那他更特別強調的是人的部分 那這週呢 他參觀了台灣的民宿 住在台灣的民宿 對於台灣民宿主人的浩克 留下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覺得這個跟我們Airbnb的品牌形象是 品牌在強調的價值 就是說這個浩克的這個部分是一致的 所以呢 認為是說日後呢 我們Airbnb其實在台東 特別是合法民宿的推廣這個部分 一定會有很好的往下進展的發展 希望能有效的推動台東留業的發展 產業創新 創業育成與人才養成 是台東縣政府一大工作重點 相信在雙方的努力下 台東一定能再造全新的風貌 東南新聞 發耀玲 台東市 採訪報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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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ope that's not too embarrassing